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Gloria 相信大家在11月份都没有少剁手吧 牵手观音也顶不住这么个玩法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双十一都买了些什么 Let's go 可能是零售界的一个传统 就是到了11月份有很多很多家店都开始打折 那打折的时候就免不了忍不住剁手是不是 那我真的是这么一连串的打折活动一个都没有落下的 非常尽职尽责的堕楼的手 那今天在这里呢Gloria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11月份的战利品 那首先我们就从双十一开始讲 那其实说实话在淘宝我一般都不会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 一般都是买一些可能在外面挑不到的这一些东西去买 那其实双十一我在淘宝呢没有买很多东西 大概一共就只花了几百块钱两三百块钱人民币 那我其实买的都是些装饰房间的东西 因为我11月份刚刚搬进来这个房子嘛 所以我想给它装饰一下 但是呢现在已经双十二了 我双十一买到的东西还是没有运到家 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用的是淘宝集运 因为以前我一般都是会运到深圳朋友那里再去拿 但这一次因为东西比较多 我就选择了淘宝集运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这家淘宝集运店呢 好像因为双十一包仓了 以至于到现在我的东西都还没有收到 我一共买了六样东西 那现在呢我只收到了其中的一样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样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个星星灯 我是比较想把它挂在窗户的那一边 然后这样如果我做好了之后 希望整个下午会比较好看 这样将来我就可以拿它作为拍摄视频的背景吧 那除了装饰品之外呢 我其实还是一个睡衣狂物 就是我很喜欢一些非常可爱的睡衣 非常软的那种手感的那种东西 然后因为冬天快到了嘛 所以我也在淘宝上面买了一款睡衣 那大家看其实我现在穿的这个也是一个睡衣 这是我一两年前在淘宝买的 特别可爱有耳朵的这一种 那我这一次又买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款 那这一次买的是一个松齿熊 就是青松熊 然后香港人会叫松齿熊 那就是这个 这个样子的 呵呵呵呵它有爪子 非常可爱吧 然后这样我就可以有两套这种软软的暖暖 这应该是珊瑚绒的 那我可以换着出来非常不错 那说完了双十一呢 双十一的同一天开始的就是宠光百货的这一个周年庆 那基本上每年SOGO周年庆的时候呢 基本上里面就跟人间地狱一样 就好像里面的东西都不要钱 大家都是疯狂的在抢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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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 但是其实每一年我看代购做的最多的都是一些化妆品啊护肤品啊 但是其实我个人在香港逛了几年之后 我觉得SOGO周年庆的这一些化妆品护肤品产品 其实并没有便宜很多 嗯 可能因为是专柜本身的价钱就不是很便宜 而且它其实只是变成一个套装来买 那套装里面你一定要是整个一个product line 你都需要的时候再去买可能会比较合适 但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样 用这一家的爽护水 那一家的乳液 那一家的面霜 另一家的面果 其实如果你这样你想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的话 并不能够真正便宜 而且还会买到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回来 所以大概过了一年之后 我见到是这种情况 我就没有再去特意的在那个时候去买护肤品或者化妆品了 但是上到楼上一楼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包包是蛮多款可以选择的 那今年呢 我就是非常不幸的黑上了一家买 就是Kate's Pay 我之前带过来的呢 就只有一个橙色的包包是上班可以背的 但是我现在每天都背那个包就觉得有点闷 所以我想买一个深色一点的包包 去搭这些衣服啊上班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在Kate's Bay看到了这个 当当当当当 把我的脸都挡住了 它是一个 呃因为大家知道打折款嘛 打折款一般都不是什么新款 那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那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经典款的这一种形状 然后它的袋子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觉得它蛮经典 然后也蛮好看的 而且这个皮子摸上去 因为我觉得Kate's Bay加的那种面料是那种硬硬的皮子 但这一个包包还蛮不一样的 它摸上去手感还软软的 而且大小也够装 里面还蛮大的 可以装很多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合适我上班杯的 我就买了它 那这个打完折价钱 两千零五十块 我觉得还蛮便宜 大概打了半价吧 两千零五十块港币这样 那另外呢 我还在Kate's Bay加买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小的包包 它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一个小的斜跨包 有绳子的 然后它是撞色嘛 这个浅的樱花粉 再加上这个Hot Pink的这样一个搭配 然后它里面的设计非常棒的是 它这样打开呢 这里有一个口袋 这里有个口袋 但同时这里有一个扣 搭扣 你把搭扣打开之后呢 这里还可以再打开 里面还有这么多可以放卡呀 还有一个拉链 可以放一些东西在里面 那这里其实还可以打开 还有一个口袋装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包包 它虽然看上去特别小 但是里面空间真的非常的大 然后我已经带它出去一次了 我上次去北京出差的时候 我就有把它带出去 我觉得有了它之后 我完全不需要背我的大包 有它就已经足够了 那这一款包包 我觉得我跟它特别有缘 就是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它 我是在去年去爱尔兰的时候 在爱尔兰QDAIR的那一个outline 我有看到这个包包 但当时很神奇的是 它明明在outline里面卖 但是它就没有打折 然后当我很喜欢这个包包 但是我就觉得没有打折 那算了 也不是说很合适 我就没有买 后来我去英国的比斯特村 我又看到了这款包包 当时看了它又没有打折 我就又没有买 那没想到没想到 这一次我在香港的 这一个SOCO的打折的时候 居然看到这款包包打折了 那可能是因为真的是它可能是去年的旧款吧 就是一直从去年到今年 然后今年就终于打折了 那打完折价钱890块港币 我觉得还蛮低的 虽然它比较小 但是我觉得800多真的还蛮低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SOCO打折的时候 是蛮适合去买包包的 因为包包真的挺便宜 而且还是可以挑到一些比较好的款式 我本来是想在这一条影片里跟大家分享我所有在11月份买的东西 但是因为无奈 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决定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那下一条片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在黑五买到的好东西 那大家要期待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跟我交流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还有就是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最后要subscribe的channel啊 今天就到这里啦 拜拜